1936年12月26日 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辆悬挂特种牌照的的军用吉普车 停在了监狱的大门前 下来的两个人静止向李走去 看守监狱的士兵照例拦住他们的去路 监狱重地闲人免见 而这二人却掏出证件以及一份公文 并声称自己是奉上级的命令 前来办理一名囚犯的释放手续 这两人正是被南京地方法院督察长李柏林 派来私放犯人的 要知道在那个时候 国民党内部以权谋私事很常见的事情 甚至有一次杜玉明怀疑国防部作战厅厅长 郭汝归是共党 原因就是他太清贫不贪污 由此可见国民党内部腐败相当严重 而蒋介石对此也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原本李柏林认为这只是一件小事 即便被发现顶多被小小处罚 但他私放囚犯的是在被蒋介石知晓后 竟让蒋介石极为震怒 更直接下令处死与此事相关的人 那么蒋介石为何会如此震怒 而被李柏林放走的又是什么人呢 一圈三连 点个关注 1931年9月18日 日本发动918事变 由于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 日军迅速占领东北三省 但是日军的狼子野心并不满足于此 很快他们便将目光投向整个中国 为了给大部队提供良好的进攻条件 必要的情报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于是日军派遣了大量的间谍分布在中国各大城市 以获取日军进攻的重要信息 当时的国民政府南京 其中隐藏的重要军事机密 自然是重中之重 日军自然不会放过这么重要的城市 很快日军陆军总部便在南京设立一处地下工作站 曾经担任日军华北特务机关松市孝郎助手的松本二郎 有着极其丰富的间谍工作经验 便由他担任南京特务机关的机关长 日军在南京设立的特务机关 位于南京新街口的大茂洋行 日军以此作为他们的掩护提供必要的支援 以及联络工作 洋行的老板名为普中民 是一位韩国人 后来被日本人策反变加入了日本国籍 而松本二郎也依托洋行将自己打造 成为一个韩国商人的身份 并凭借这个身份在南京城中进攻信息搜集 要知道国民党内部腐败问题是公认的秘密 就连普通民众都知道 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是出了名的 而松本二郎也正是通过他们内部腐败问题 利用自己洋行的身份四处结交 能够接触到国民党高层机密的达官贵人 并通过与他们打好交道 利用金钱或者特殊手段 窃取机密信息 在松本二郎长久以来的苦心经营下 他认识了一位名叫庄子雄的国民党军官 此人虽然持有少校军衔 但是他却担任国民党军委会参谋 如今中日全面战争一触即发 南京城内的各项防御工作 也在夜以继日地开展 而庄子雄更是南京战略防御图的主要负责人 手上掌握着大量的南京城防御信息 作为日本的特务松本二郎 自然不会放过这样重要的情报 庄子雄也自然成了他重点关注的对象 松本二郎通过关系故意接近庄子雄 还经常拉他一起去喝酒培养感情 而在这么多天的相处下来 庄子雄对于松本二郎的警惕也越来越小 甚至说了许多本不该说的话 一天夜里 庄子雄 赵丽和松本二郎一起喝酒 不知不觉便喝了不少酒 而庄子雄借着酒精说了无心之言 却引起松本二郎的高度重视 觉得不胜酒力的庄子雄 便告诉松本二郎 今天自己不能多喝酒 自己的公文包里有重要的机密文件 自己必须要保护好他 可谓是说者 无意听者有心 松本二郎表现上装作毫不在意 还和他打着哈哈 内心早已激动万分 庄子雄的特殊身份 他要说这些是机密文件 那么就肯定与南京的城防部署有关 松本二郎便下定决心 一定要将这份文件弄到手 于是乎松本二郎便在酒局结束后 找借口将他送了回家 喝太多酒的庄子雄早已经不省人事 而他所说的那份机密文件 现在更是唾手可得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松本二郎还是在那天夜里 花费重金从江湖上找了一位盗窃高手 深夜潜入庄子雄的家中 从他的保险柜中 偷走了那份机密文件 送到了松本二郎的手上 而那份机密文件果不其然 正是南京的城防部署图 松本二郎也立即将这份机密文件 送回日军总部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刚刚从酒局醒过来的庄子雄 顶着昏溃的脑袋 像往常一样洗漱吃早饭 当他准备拿着 昨晚带回家的机密文件去上班时 不管他怎么找那份不防图 怎么都找不到 这让他的脑袋瞬间清醒 此时的庄子雄内心七上八下的 他分明将这份文件放进了保险柜 如今无论他怎么找这份文件 都不见踪影 要知道这份机密文件 关乎南京上下的安全 如果被敌人获取后果 将不堪设想 自己可能会被追究失职之罪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 庄子雄没有将此事上报 他找到了自己在黄浦军校时的老同学 傅成旺 现在他担任南京警察厅刑警大队第二真机队的队长 希望他可以利用手下帮助自己找到丢失的文件 很快傅成旺便与自己的手下来到庄子雄的家里 专业人员通过工具在现场自己搜查 没多久傅成旺便得到了结论 这只是一起普通的入室盗窃案件 因为不仅文件丢了还丢了许多财宝 文件应该是被小偷顺手拿走了 听到这里的庄子雄松了一口气 只要不是被敌人窃取就没有太多问题 相信凭借傅成旺的手下很快便能将盗窃的小偷抓捕归案 自己也能免受责罚 但是庄子雄根本不明白他的一厢情愿是多么可笑 此时国民党内部高层已经炸开了锅 毕竟南京的城市布防图是当时的最高机密 此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 截获了一条日军间谍发往日军总部的密文 根据专业人员的破译密文上 日军在南京的特工 已经成功获取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布防图 收到消息的调查科科长 徐恩曾觉得此事重大 自己必须将消息告知给蒋介石 很快关于南京城市布防图被日军特工窃取的报告 被送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蒋介石为此十分震怒 立即下令彻查此事 他命令军政部立即彻查 到底是谁泄露了这份机密 并且命令调查科的人对窃取情报的特工实施抓捕 最好能够通过这件事彻底摧毁日军在南京的地下情报组织 蒋介石对此事亲自下令徐恩曾也不敢怠慢 当天他就派手下对此事进行调查 很快布防图丢失的过程也被调查了一清二楚 壮子雄因为泄密进了监狱 而洋行那边的情况调查科的人也全部掌握 徐恩曾立即命令手下的人对大茂洋行进行搜查 抓捕洋行老板蒲忠敏 但是很可惜日军特工松本二郎没有抓捕归案 蒲忠敏虽然是日军地下情报部门的门面人员 但也仅仅只是一名普通的商人 在国民党的人将他抓到刑讯室 他直接吓得瘫倒在地 还没等刑讯人员动手便交代了全部事情 并且表示只要放了他一条活路 他什么都愿意 为了引出幕后的大鱼 调查科的人命令蒲忠敏与松本二郎进行联系 松本二郎是一个好色之徒 经常前往风流之地快活 浦忠敏便已给他安排姑娘为由约他见面 到了约定时间松本二郎来到饭店 正当他和美女聊得火热时 在暗地里埋伏的国民党特工 一举将他捉拿归案 并且调查科的人在松本二郎的住所 搜集到许多他窃取的情报 也更加证实他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 直接将松本二郎关押起来等候处置 但是松本二郎毕竟是情报人员出身 一口咬定自己就是韩国商人 极力撇清自己与日本之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当地政府只好以韩国的法案判决 并以强奸罪间谍罪判处松本二郎15年的监禁 就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事监狱 这样也方便后期审讯 但是这也为日本人提供了营救的机会 当松本二郎被国民党的人抓走的消息传出去之后 担任华北特务机关长的松氏孝郎 可是相当不好受 松本二郎被抓 这也意味着日军在南京的情报组织全部被剿灭 多年的苦心经营一夜之间倾覆 松氏孝郎也不敢马虎直接向东京陆军总部上报 陆军总部受到消息后 对此也是高度重视 松本二郎对于他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陆军高官决定对其展开营救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汪精卫曾经在政府里面担任 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宣传部长等职 后来给日本人当了汉奸 日本陆军高层立即想到了他 但是松本二郎的案件是蒋介石亲自过问 根本没办法放走松本二郎 没办法 汪精卫又去找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 可是居正并不是像汪精卫那样亲日当汉奸 果断拒绝了汪精卫的请求 通过关系无法营救松本二郎 日军原本想通过外交方式带走 但是松本二郎之前自作聪明咬定自己是韩国人 而国民政府最高法院也按照韩国人判了刑 这下日军通过外交的方式也走不动了 即便如此日本陆军高层也没有放弃 他们派遣日军情报处处长小野昭前往营救 作为情报处处长 既然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进行营救 那就通过特殊手段进行营救 既然国民党内部腐败严重 就利用他们自己的人将我们的人救出来 通过小野昭对南京中央军事监狱的调查 他发现通过修改判决文书的法律文书 将松本二郎无罪释放 再利用自己买通的人前往监狱实施营救 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首先如何收买其中的重要人物 而且前往监狱的官员需要接受育政科审查 在工作人员审核文书准确后 还会向典狱长进行报告 直到所有流程都合法之后才会将人释放 更加关键的是典狱长在核实文书之后 极有可能会向南京军事法院进行核实 这样一来所有的努力都将白费 上上下下所有的人物都要买通 虽然说国民党内部腐败严重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是贪污腐败分子 就拿此次营救来说 南京军事法院的院长 以及监狱的典狱长就是十分死板的人物 要想将他们收买 还不如直接进监狱去抢人容易 不过凡事都是有个例外 他通过调查发现 可以收买与这些人职责相似的人员 通过特殊的时间段将他们营救出来 于是在计划实施的前几个月 南京地方法院的高级长官李柏林 在参加一个舞会 舞会上一位妙龄女子迎面向她走来 在舞会灯光的衬托下 这位名叫红强威的义女 更是凸显自己别样的姿色 李柏林在舞会上认识这位舞女后 便在脑海留下深刻的印象 直接沦陷在红强威的姿色之下 殊不知自己早已将陷入了日本人的套路之中 在一段时间的相处之下 李柏林便想着和红强威前往日本生活 并在红强威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位日本商人 这个人可以为他们 解决籍贯以及生活工作问题 只要李柏林能为他们做一件小事 那便是前往南京军事监狱 释放一位名叫松本二郎的强奸犯 虽然日本人是让自己以权谋私 但是一想到自己未来和红强威美好生活 便答应了下来 而且只是让自己释放一名强奸犯 即便上级怪罪下来 也不会有太大的麻烦 这样一来法院方面的问题就解决了 在另一边监狱的点狱长虽然无法收买 但是在监狱里的附点狱长与点狱长有着同样的职责 而且日军的情报处还查到南京军事监狱周末不上班 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将松本二郎营救出来 为了保险起见 小野招还命令手下收买了监狱里面的狱卒 以及狱政官保证此次营救的顺利 这也出现了前门开头的一幕 有了内部收买的官员 侧应此次营救相当顺利 而所谓的强奸犯松本二郎也被日本人成功营救出去 后来在日本人的帮助下 松本二郎回到了日本本土 原本他们以为这件事最终会不了了之 直到有一天和英亲的秘书 来到这座监狱看望一位关押的国外犯人 并从他的口中得知了松本二郎被无罪释放的事情 后来经过了解 这位被判处15年监禁的犯人 居然没到几个月又被无罪释放 这其中必定有蹊跷 秘书在回到和英亲的身边后 便将此事告诉了他 最后通过国民党内部高层核对 才发现原来有人讯私舞弊 捏造贾文书偷偷将犯人给放走了 蒋介石知道此事之后相当愤怒 自己亲自安排抓捕的犯人 居然就这么被人放走了 那么贪腐的官员自然会受到严惩 李柏林一行等人在1937年 由中华民国最高法院审判 判处他们死刑立即实行 最终他们四人在雨花台行刑场地被执行枪决 蒋介石也没有想到自己如此重视的犯人 就这样被手下人被日本人收买了 虽然蒋介石最后下令处死这四个贪腐的官员 但是对于早已腐朽不堪的国民党政府 根本没有丝毫变化 国民党的腐败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 内部官员官僚主义极其浓厚 而且上梁不正下梁歪蒋介石对自己的亲信也是相当庇护 正所谓官官相护 长久以来的人脉 关系成了国民党内部的升官发财之道 这也是为什么抗日战争结束之后 虽然国民党手握大兵400万 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 背后有着4万万中国人民在支持 而且国民党内部纪律严明 三八纪律八项注意 即便在民间也是朗朗上口 清正连结 严明纪律 民心向背这才是真正的人民军队 如今新中国成立70多年 国家和党政干部在权力和世俗的诱惑下 背离自己的本心 也出了不少贪腐分子 但是国家对于贪污腐败分子 使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 中国共产党敢于刀刃向内 刮骨疗毒 壮士断腕 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姿态 书写人类反腐败斗争历史的新篇章